大家好,我是大鸭,欢迎收看大鸭杂谈,每晚八点和你一起感悟人生。 人生在世,必须快乐,尤其是到了老年之后,我们必须要让自己活得更潇洒,更快乐。 人到六时,须自知,过一天,乐一天,乐一天,转一天。 一,山中也有千年树,世上难逢百岁人,最大限度也就活到百多岁。 该花的钱要花,该享受的要享受,该捐助的要捐助,唯独不能把太多钱留给儿孙,免得把他们灌成寄生虫。 二,不必对死后的事考虑太多,因为变成灰的你,对表扬和批评,已无察觉。 不必对儿女的事考虑太多,儿孙自有儿孙福,修为儿孙做马牛。 他们养了孩子,让他们自己照顾,或用他们自己的钱雇保姆照顾,不要让他们再剥夺父母剩下不多的健康、休息、娱乐。 三,不要对儿女幻想太多,儿女有孝心,但工作太忙,帮不了你。 不孝的儿女也许盼着你早死,好早日继承你的财产。 你的钱财,儿女认为给他们是天经地义,而你的钱却不是你的钱,你想要却十分困难。 六十岁的你,再也不要用健康去换取身外之物,因为此时,你用金钱,已未必能买到健康。 四,你无力改变的事,就不必太操心,因为操心也无用。 只要心境好,每天想愉快的事,做愉快的事,自己找乐趣,就能天天都过得快乐。 过一天,少一天,过一天,乐一天,乐一天,赚一天。 精神好,病不到,精神好,病能好,精神好,病早好。 适当运动,常见阳光,食物多样化,心情愉快,才能健康的再活二三十年。 活着开心就好,不必计较太多,是你的,跑不了,也抢不走,不是你的,得到了,也会飞掉。 人今六十了,就好好享受晚年的生活,让自己每一天都过得充实而有趣。 大鸭在这里祝福各位,长命百岁,永远年轻,健康,快乐。 如果你也喜欢大鸭今天说的话,就可以给我们点击右下角的大拇指,给我们点个赞哦。 还可以点击右上角的三个点,把它分享给更多的朋友。 更多精彩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大鸭杂团,我们明天再见。